哈喽芒果TV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今天的voice 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请三位去到这个 一步到我们的幸福大巴前 我们拍张照片留给我们的粉丝 是的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会有一个微博抽奖 拍到的这张照片 请大家签名之后呢 我们就会 给到这位幸运的粉丝 稍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 好 再来一张 好 再来一张 好的 那么在你们的身后呢 有一个礼物也是我们要挑选 给这个幸福的粉丝 你们三个人商量一下 我们选出一个礼物好不好 这个礼物是什么 不管是大盒子还是小盒子里面 都是有礼物的 你看这些都是之前来到这里的 这个爱豆给自己的粉丝选的 这个黄色的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让俊凯打开看看吧 内容是 我们来看看 好 芒果TV要送出的是 蓝牙音箱一个 恭喜这位粉丝了 那么在1月2号的 芒果TV的微博上面 我们也会公布获奖名单 恭喜 好 再次欢迎三小只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谢谢你们 那么我们也有代表粉丝 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三小只 那么今年呢是第三次 来到我们湖南卫视的跨年 那么今年有没有什么 不一样的感受呢 今年首先是 因为我上大学了嘛 然后呢 这次来湖南跨年呢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觉得 是一种成人的方式 来跟大家跨年 对 然后我们三个呢 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没见面了 然后也是通过跨年 这样一个 你知道会 晚会能够在一起 然后给大家一起唱歌 也是非常开心 对 好的 那么现在是提前来到 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知道三小只 还没有进行表演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 我们的时光这首歌吗 是的 是的 那么之前有听过的 观众朋友们都说 这首歌特别的感人 对 所以对于十年之约 和刚出道的时候 相比你们现在的心境 肯定是很不一样了 想对陪伴你们的粉丝 说一些什么 陪伴你们的粉丝 十年之约 感谢所有粉丝 就是 谢谢所有粉丝的陪伴 然后希望他们在 新的一年里 能够开开心心的 然后身体健康 照顾好自己 三位可以给我们 广大的粉丝 送出2018年的祝福吗 希望2018年的粉丝们 能够每天开心心的 然后 所有自己心想的事情 能够顺利完成 恭喜发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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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源 希望大家身体能够好好的 然后赚多钱 然后和家人多团聚 好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考验 我们这个团队的默契的 是的 麻烦三位我们配合一下 我们呢会说出两个词语 然后三位同事 说出自己选择的词语 好吗 好的 好的三位请准备好话筒 预备 起 咖啡牛奶 咖啡 咖啡 不错 不错 稍微 稍微有点滞后 接下来我们步调一致 好不好 请注意 鲜花包包 鲜花 鲜花 嘿嘿 怎么总有个慢一拍 再来 三二一 数学英语 数学吧 好 帅气豪气 豪气 帅 帅气 有豪气也有帅气 音乐电影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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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电影这件事情 三位不用说 一定都选择的是音乐 对 就包括对这个舞台的热爱 对不对 对 对粉丝的厚爱 对 其实小凯现在也在往影视剧的方向 发展 是 是的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提问的机会 留给我们现场的媒体 只有两个机会 麻烦大家 来 哪一位 辛苦 好 我们把话筒给到他 这一边 比较什么 疯狂 比较疯狂的事 我觉得 我17年比较疯狂的是 应该就是 备战高考吧 是比较疯狂的 因为确实 时间对于我来说 是比较珍贵的 所以也是 也是那段时间 也是非常辛苦 但是 还好就是顺顺利利地 考过了高考 考上了北电 挺过来了 接下来呢 要麻烦三位 刚刚的这个照片 已经拍好了 麻烦各位三位 签一张名 我们把它送给自己的粉丝 好不好 来 有请 好 待会呢 我们的三小只 就要登上那个舞台 来进行演出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祝你们的三小只 演出顺利 新的一年越来越好 同时在工作和学业的 双重压力之下 能够保证身体健康 不要让我们所有的粉丝担心 谢谢 也希望你们一会儿 在跨年的舞台上 玩得开心 加油 谢谢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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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今天 VOICE 谢谢 三小只 好